像这样脱下口罩喝水或是吃东西 从4月5号开始在双铁的车上都是禁止的 不过现在疫情趋缓 双铁宣布从6月1号开始要开放车厢饮食 在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 可以在车上饮食 饮食完毕后仍然赶快把这个口罩给戴上 可以吃喝是方便不少 不过脱下口罩又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民众反应两极 我觉得像我们老人的话都会想吃一点 我觉得开放好 有可能就是飞沫那些会传染 就是因为脱掉口罩就比较增高那个传染的几率 除了开放饮食高铁还宣布 6月1号开始每星期加开6个半次 每班开放3到4节车厢自由坐 如果人潮多距离难保持怎么办 当然这里面大家要互相沟通协调一下 不过在目前来讲我们觉得说是短时间 那也不是说是一定要做到 就是说一时一刻都不能够这样子稍微接一出道 台湾社区相对安全 基本防护做好 不密切接触 搭车就能放宽心 大约新闻随意产量家民台北报道 国内持续扬转